一个人孝,他的妻子更孝 婆媳关系从古至今广为传畅 到今天为止还是问题 而且问题更大 古代人女子收了南方的聘礼 现在认为正常 那时候你得听话 你嫁到这个婆家 娘家事很少管 没有什么大事 一年都很少回去 通讯交通又不方便 那更麻烦 但是女子这种柔弱又衬托了男人的这种精神 你嫁一个好男人 他真的能做事 撑起一个家 那女子呢 她通过她的柔也更展现她的这种美 以柔克刚也是可以的 说这个妻子怎么介绍她这个婆婆喜欢喝长江水 离她家有六七里地 就去每天 想吃鱼就捞 每天这样如此 她婆婆呢 一个人吃没意思 是吧 把邻居叫过来 为什么听到邻居呢 后面 有一天 天气很恶劣 这个妻子又搭水又漏雨 回来晚了 那这个丈夫一生气给她撵出去 古代男人就很有那个样子 甚至有的时候我又搞不懂 为什么不听听她说什么道理 可能是没表达清楚 有的人会做事不会说 有的会说不会做 你又要会说又要会做 那你这个 这才更好 然后就被赶到这个邻居家了 这么就来了 到邻居家呢 然后就每天纺织 女子都是纺织 男人都是耕地 以前的欲望很小 男耕女子一个一一个十嘛 然后这个婆婆知道了这个事 就马上请她回来 回来的当时 当天 这个地下 一涌而出 井泉水就出来了 还跳出两条鲤鱼 双喜临门 每天都如此 跳 又感动上天 我想现在 感动不了了 现在人 然后 我们想说什么呢 这个婆媳 是通过 丈夫 来到这个家 丈夫起到很重要的角色 婆媳关系不好 你还是先找丈夫 这是老师讲 那当然了 你要是更有本事 直接跟婆婆 建立好这个 后天的感情 更好 经常说 没有生物 养我 我为什么对他好 总得有一个 先对一个好 才能好 他有可能好 那有的人 我想付出 要回报 那你这个 你这只能是一比一 还不一定给你 因为你有所求 你想干什么 你想换 现在都是用价值衡量 尤其是金钱 考量 那简直了 我洗衣服多少钱 做饭 甚至教小孩子 从小就这样 长大以后 忙完累了 就老了 我还给你钱 是吧 你干不干 我不干了 今天我就不想 挣个钱了 完了 他直接 跟这个婆婆 建立好关系 同时 不是说一味的付出 我不去回报 一味的付出 你得点到为止 再到那个 做到事 做到点 万一你好好 你反正成为累赘 甚至帮到忙 这都是屡见不鲜的 所以说光心好 你得会好 怎么好